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他却因为他前女友的一句话 就扔下了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儿子 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儿子 我拨通严惩的电话 手术已经快完事了 就是换条狗都能顺利完成 我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关系 假毛儿子把头磕破了 我正清理伤口呢 你没事别打电话了 电话被挂断 一同挂断的 还有我那命悬一线的儿子 我和父母在手术室外交集等待的时候 小刘急匆匆地跑进了手术室 他是严惩的助手 我认得他 下一刻 我就看到严惩 风风火火地冲出手术室 看到我时只扔下一句 我有急事 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只留下我和父母三个人 目瞪口呆地站在手术室门口 我妈看着他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 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术 这是做完了 没有人回答他 因为手术室的灯依旧亮着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 护士惨白着脸 推开了手术室的门 把一份病危通知书 递到了我的手里 要我签字 这时我才知道 严惩扔下了手术到一半的儿子 是因为他放在小刘手里的手机 有一通赵家蒙的来电 萍萍撞到了头 出了好多血 诚哥 你快来救救他呀 严惩特意叮嘱小刘 只要接到这个号码的来电 不论什么情况 都要第一时间告知他 于是 他扔掉进行到一半的手术 奔赴向了他的前女友赵家蒙 而儿子手术剩下的部分 则是他的助手小刘 硬着头皮替他完成的 非常不顺利 一阵手忙脚乱的抢救后 凯凯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但是也不得不住进了 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我妈在看到病危通知书时 当场昏了过去 我爸坚持着陪在我的身边 我隔着厚厚的玻璃 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身上插满了管子的儿子 拨通了严惩的电话 手术已经快完事了 就是换条狗都能顺利完成 我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关系 平平把头磕破了 加盟吓坏了 我正给孩子处理伤口呢 你没事先别给我打电话了 严惩你 我话说到一半 对面已经挂断了电话 安顿好我吗 我爸留在医院看着凯凯 我开车直奔赵加盟的家 一顿疯狂地砸门后 穿着围裙的严惩 满脸怒意地打开了门 薛奇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有病赶紧去挂个脑科看看 别跟个泼妇一样 跑到别人家来闹 我一把推开它 冲进屋里 赵加盟正和他的宝贝儿子 坐在沙发上 看动画片 厨房里飘出一阵饭菜的香味 赵加盟的儿子 头上粘着一个窗壳贴 再没有别的伤口 见我进来 赵加盟满脸假笑 薛奇来了 平定受了伤 把我吓坏了 让诚哥来给看看 下一秒 我抄起一旁的花瓶 直接砸在赵加盟的头上 赵加盟尖叫着捂住头 一条血线顺着他过度保养的脸颊 流了下来 一旁的窗壳贴 锅躁地叫喊起来 吵得我头疼 我转身正要质问严诚 刚回头就被严诚接接实实 一个耳光扇在脸上 你他妈疯了 你敢动手打他 我被这一耳光 抽得眼冒金星 直接摔坐在地上 严诚越过我 满眼心疼地用纸巾 捂住赵加盟头上的伤口 没事没事 我这就给你包扎 赵加盟指着我大声哭嚎 诚哥 他打我 我要报警 严诚回头狠狠瞪我一眼 还不道歉 你是死人呢 我捂着有些肿的脸 强撑着站起来 道歉 我现在恨不得他死 严诚 凯凯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如果凯凯有事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们 够了 学起你吃醋就吃醋 少拿孩子的事开玩笑 你这样还算是个当妈的吗 我做的手术我 还能不知道吗 手术很成功 就剩最后两步就可以缝合了 是个人都会做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听他这句话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 他居然还好意思说 自己的手术很成功 那现在凯凯躺在重症病房算 怎么回事 想起病房里的凯凯 我转身就走 临出门时 我望向屋里的两个人 凯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们尝命 我本以为话说到这个份上 严惩多少也要相信一点 起码他也得打个电话 问问凯凯的情况才是 可接下来连着三天 直到凯凯脱离生命危险 从重症病房 转移到普通病房 他从始至终 连个面都没露 就连其他病房病人的家属 都开始议论这件事 这什么大夫啊 连病人都不顾 手术到一半就跑了 别是怕摊上官司吧 我听说那孩子 还是那个大夫的儿子 我的天 连自己的儿子都能不顾 开膛破肚地扔在手术台上跑了 这也能叫爹 别说亲爹了 就是后爹也没有这样事的呀 谁说不是呢 我还听说那男的是 因为接到前女友的电话 就连自己儿子的命都不顾了 我跟你说 这样的男人 就不如趁早死了好 省得以后祸害家人 摊上这样的男人 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风言风语传遍了整个住院部 但严惩依旧没有出现 院方也联系不上他 给他打了几次电话 他都不接 再打就干脆直接关机了 因为这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我再也不敢让孩子住在这家医院 而是把凯凯转到了另一家条件更好的医院 老爸找了最好的专家团队 通过会诊 专家们表示 这次的手术 虽然给孩子的身体 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但也并非是不可逆的伤害 只是要等孩子再大一点 才能再进行手术 这几年 恐怕要时刻注意身体 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了 老爸老妈听到这个结果 齐齐松了一口气 这才义愤填膺地骂起了严惩 骂着骂着 又把矛头齐齐指向了我 当初我说他跟你不是良配 你偏偏不听 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这下可好了 这混蛋差点把我大孙子给害死 你说他没爹没妈的 我瞧着他可怜 这才答应你们俩的婚事 早知道这样 我当初就该直接把他给撵出去 你听爸的 爸不会害你的 赶紧跟那个王八蛋离婚 我听着二老对我的埋怨 握着凯凯的手 眼睛一刻也不想从他脸上挪开 他刚吃了药 躺在病床上睡得正香 煞白的小脸几乎没有什么血色 我看着熟睡的凯凯 终于下定了决心 爸 我不离婚 你是不是小脑发育不完全 大脑完全不发育 老爹气坏了 那王八蛋都这样了 你还打算跟他过日子 今天他敢把自己儿子害死 明天他就能杀咱们全家 爸 你听我说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现在我拿着这件事离婚 法院不会认定我和他感情破裂 到时财产他会分走一半 他为了那个贱人 把凯凯害成这样 我绝不允许他拿着我的钱 去养那个贱人和那个野种 老爹点点头 是这么个道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握着凯凯冰凉的小手 咬碎了一口银牙 我要他净身出户 我要他担一辈子的骂名 我要他们这辈子都过不好 我和颜程是在大学时认识的 我读的是金融 他是隔壁医学院的 我有一次滴血糖在操场晕倒 是他把我背到卫生室 一直照顾到我醒过来才离开 自那之后 我便记住了他 之后有意无意地接触 我们俩很快确定了关系 我爸有几家实业公司 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号的企业家 颜程是个孤儿 自己靠勤工减学和助学贷款 读完了研究生 我爸本想着让他接管一个公司 他却说不当上门女婿 坚持在那家私立医院 当了一个医生 本来我们俩婚后的日子幸福美满 他非常顾家 后来有了凯凯 知道凯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他比谁都难受 从凯凯出生就一直在尽最大努力 想让凯凯恢复健康 直到离婚 带着孩子的赵家蒙再次联系了他 他们以前在大学时谈过恋爱 但是赵家蒙父母看他是个穷小子 就让赵家蒙把他给踹了 之后赵家蒙嫁人 两个人就再也没联系过 自此赵家蒙回来后 他就整天围在那对母子身边 对那个小野种比对凯凯还好 就连凯凯的病情 他都不再关心 曾经爱而不得的白玫瑰变成了白月光 我这朵红玫瑰自然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蚊子血 我本以为他对自己的孩子不至于如此不在意 没想到白月光的一通电话 直接让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 遗弃在了手术台上 生死不顾 曾经我为自己有一个好老公而自豪 如今我光是想到他就觉得恶心想吐 严成终于舍得从他那个温柔箱里把脑袋露出来了 我接到他的电话 电话里他语气不善 明显是生气了 好几天不回家 你跑哪儿去了 当爸的在外面和婊子鬼混 凯凯住院我不陪着吗 我回到哪门子家 薛奇说话注意点 我跟加盟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用你那脏心言子揣测别人 凯凯病房我去了 早就没人了 你说你撒谎也不打个草稿 你赌气就说赌气 拿孩子当挡箭牌你有劲没劲 我冷笑 呵 凯凯转到施医院好多天了 你除了满脑子 赵家蒙你还知道什么 转院 住得好好的你瞎折腾什么 是医院的大夫还能有我对凯凯的病情 知根知底 就你 严惩你也好意思说你医术高 凯凯因为你 差点下不来 手术台你知道不知道 行了行了 骗人骗得自己都信了 薛奇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对他彻底没了耐性 你给我打电话到底有什么事 没事我挂了 你打伤了家蒙 人家现在要追究你的责任 我好说歹说 才把他安抚住 你懂点是 别总让我操心 过来给家蒙赔个礼道个歉 这是就算这么过去了 他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我对着电话直接开骂 道你妈的歉 让他去死 骂完我直接挂断电话 果断把他拉黑 回到病房 凯凯正坐在病床上玩一套新买的变形金刚玩具 他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问我 妈妈 我住院这么多天了 爸爸怎么没来陪我 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只觉得这件事对他实在残忍 但是如果我不说 说不得以后 严惩还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 我搂着他 把这些天的事细细地跟他说了 凯凯的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 可是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是我的爸爸吗 我看着他可怜的样子 心里一阵心疼 强行压下心中的难过问他 将来我和爸爸分开了 你要跟谁 凯凯有些委屈 我觉得爸爸不喜欢我 上次赵阿姨带着弟弟来咱们家里玩 弟弟看上一个我的玩具 吵着要拿走 我不想给 结果爸爸说我不懂得谦让弟弟 还生气打了我好几下 最后还把那个玩具 拿走给弟弟玩了 可弟弟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玩具 我在楼上窗户里看到 他走到楼下时 直接把那个玩具扔到了垃圾箱里 爸爸还说我以后要是再这么小气 就是坏孩子 他就要把我的玩具都给扔掉 凯凯抬起头看向我 妈妈 我不想跟着爸爸 他只喜欢平平 根本不喜欢我 我想跟着你 妈妈你能别不要我吗 我再也绷不住 用力把他搂进怀里 眼泪大磕大磕地砸下来 妈妈要你 妈妈永远不会扔下你一个人 这天中午 我去附近饭店买了凯凯爱吃的杏仁豆腐 刚推开病房的门 就看到严惩正在呵斥凯凯 我以前是怎么告诉你的 对弟弟要谦让 一个破玩具 你都舍不得 赶快给弟弟道歉 穿着病号服的凯凯 满脸无措 看见我回来 眼泪刷得一下掉了下来 妈妈 我这才注意到 赵家蒙和他的那个小杂种 也在病房里 那个小杂种的手里 还拿着凯凯的变形金刚 赵家蒙看到我回来 赶紧上前拉住我的胳膊 哎呀 嫂子真是对不住 我那天不知道 诚哥在给凯凯做手术 频频磕到了头 把我吓坏了 这才给诚哥打了电话 好在凯凯也没什么事 嫂子你要有气 你就往我身上撒 千万别怪诚哥 我狠狠一耳光 扇在他脸上 带着你的小杂种 麻溜给我滚出去 赵家蒙捂着脸 眼泪说掉就掉 嫂子你怎么打我都可以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可我跟诚哥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我们俩清清白白的 你如果因为我和诚哥离婚 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严承赶紧上来 护在赵家蒙的身前 薛奇 你现在怎么跟个泼妇一样 家蒙好心好意跟你道歉 还原谅你不打算追究你的责任 你就是这么感谢他的 感谢 我感谢他什么 感谢他差点害死我儿子 我匹手从哪个小杂种手里夺过玩具 我儿子的玩具 扔了都不给狗玩 那个小杂种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赵家蒙看自己儿子被我弄哭了 当时就急了 不就是一个破玩具吗 凯凯是哥哥 让让弟弟怎么了 严承指着病床上的凯凯 你就惯着他吧 你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一点也不知道谦让弟弟 我要是再不教育他 他以后说不定就要变成社会的蛀虫了 我猛推他一把 把他推了个猎鞋 滚 我儿子用不着你这种混账王八蛋来教育 你不配当凯凯的爸爸 他就做个手术 你就这么宠着他 你这是在害他 你懂不懂 我从抽屉里拿出凯凯的病历 直接一把摔在他的脸上 严承 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不耐烦地捡起地上的病历 只扫了一眼 眼睛就再也没办法从病历上挪开了 他抓着手里的病历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助手都没有进手术室的资格 他想着给你擦屁股 结果崩了自己一身的使不说 还差点害死我儿子 我从他手里夺过病历 严承 这件事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第二天 严承医院的领导来探望凯凯 严承也跟着来了 大富翩翩的领导安慰了凯凯几句 这才把话头引到严承的身上 弟妹啊 听大哥一句话 你和小颜毕竟是两口子 严承又是咱们医院的活招牌 这次他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不过这件事细说起来 也算不得什么太大的医疗事故 关起门来 咱们自家人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这是真要弄到法院去 弄不好严承是要留案底的 你也不想孩子将来考个工考个严什么的 受到影响 对吧 这老东西嘴上说的 好像是在为孩子的将来考虑 其实句句都在朝我和凯凯身上捅刀子 打着为孩子着想的旗号 其实就是想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让我自己承担后果 把医院给彻底撇出去 我抱着膀子对他冷笑 您少拿这种事来吓唬我 我也不是三岁的孩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孩子差点被他害死 你们医院是怎么管理医护人员的 别以为我只追究他的责任 你们医院也一样跑不了 我的目光落在严承身上 对了 别以为我忘了你那个拼头和那个小野种 咱们一步一步来 我有的是时间 严承脸色运怒 薛奇 你再告诉你一遍 我和家盟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你现在嫌难听了 更难听的话 我还没说出来呢 凯凯还在住院 我暂时没空搭理你们 你们就等着接法院的船票吧 严承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薛奇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离婚 呸 你想得美 离婚了 你拿着我的钱去养你的拼头和那个野种 我才不跟你离婚 我可没好心到给那个贱货疼地方 我就是要折磨你 让你知道知道 你自己到底有多下贱 到底有多混账 我伸手一纸病房的门 我没功夫听你们在这儿放屁 赶紧滚 再不滚 我就报警了 领导连练摆手 你消消气 消消气 滚滚滚 我们马上滚 那天之后 医院的领导再也没敢找过我 倒是严惩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 但我每次都没让他进病房 直接把他撵走了 这天我拿着单子去药局开药 回来时看到严惩在病房里 正坐在凯凯病床前 他怀里捧着一个保温筒 正举着手里的勺子用嘴轻轻吹着 这汤是爸爸特地给你包的 特别有营养 你喝了就会好的 等你好了 爸爸给你买新玩具 带你去游乐园 好不好 凯凯躲着他手里的勺子 爸爸我不想喝 严惩的语气里 带上了一丝不易被察觉的不耐烦 不吃东西怎么行 不按时吃饭 身体会受不了的 快吃 我推开门走进病房 抢过他手里的勺子 扔进保温筒 里面的热汤 见了他一脸 薛奇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跟我有气 你也不能拿孩子的身体开玩笑啊 我只觉得好笑 我拿孩子的身体开玩笑 是谁把凯凯扔在手术台上的 是谁在凯凯病美好的时候 带着那个小杂种来抢他玩具的 他脸上浮现出巨大的愧疚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老提他干什么 我指着他手里的保温筒 这是什么 割肉莲子汤 我特意给凯凯包的 我一个大嘴巴扇在他脸上 我觉得这阵子我扇他的巴掌 要比过去七年李家一起都要多 凯凯对莲子过敏 你不知道吗 你是想害死他吗 他有些局促 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好 我 我不知道啊 不是不是 我给忘了 我记得他对红枣过敏来的 刚说完 他这才恍然大悟似的 可 你瞧我这记性 对红枣过敏的是平平 言成 你着急 让小三上位的心情我理解 但你最应该优先干掉的人 是我才对 而不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下家伙 琪琪你听我解释 这阵子我实在是太忙了 家门和平平需要人照顾 医院的事情又多 我实在 我一秒也不想再听他废话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可喊人了 他收起保温筒 你别生气 你现在还在气头上 等你气消了我再来看凯凯 快滚 晚上我爸妈来医院看孩子 我跟他们说了白天的事 那王八蛋又来了 我爸一拍大腿 早知道我白天就不走了 我看到他非弄死他不可 爸 帮我雇两个保镖吧 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进来 万一真要是伤到凯凯 到时说什么都晚了 我爸一拍脑门 我咋就没想到呢 放心吧 明天我就让公司安保部派两个人过来守着 我妈搂着凯凯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摊上这么个混蛋爹 我孙子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第三天 病房门口就来了两个黑西装的保镖 守在了病房门口 老妈更是从寸步不离地守在凯凯身边 住院部其他病房的病人和家属看到这阵仗 好一顿窃窃私语 有说是黑社会老大在这儿住院的 还有说是大富豪来医院看病的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没去理会那些闲言碎语 凯凯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眼见医院这边没什么需要我操心的 我推开了面前的盾牌 露出了寒光舌舌的枪头 言成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和赵家蒙的被公司辞退的消息 赵家蒙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 他在那家公司担任销售部总监 说起来他这份工作还有我的功劳在里面 若非这家化妆品公司和我家的公司有商业合作 恐怕就凭严成一个私立医院的大夫 他也没那么容易搭上这家公司的县 给赵家蒙介绍工作 老爸只是给那家公司的老总打了个电话 说了句赵家蒙跟我家闺女不大对付 对方老总放下电话 第一时间就把他给踹出了公司 赵家蒙抱着纸壳箱子哭哭啼啼地跟严成哭诉 于是严成连自己的船票都顾不得 先打电话向我兴师问罪 他的号码被我拉黑了 他用的还是赵家蒙的手机 薛奇 你太过分了 家蒙自己一个人 离婚带这个孩子有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这么为难他 我知道你对我有气 咱们关起门来可以自己解决 你干嘛非要牵连家蒙 他现在工作没了 以后可怎么养活孩子 你也是当妈的 怎么这么不懂得体谅别人 我听着电话那头严成的疯言疯语 直接开队 我体谅你妈 我体谅 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抢他男人了 我让他男人害死自己儿子了 他儿子磕到脑瓜子 他不会打120吗 你比120救护车跑得快吗 脑子空不要紧 你别往里面放水啊 严成 你要是敢给他花钱 我就敢让他双倍地给我吐出来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自己传票的事还解决不了 你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痒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挂断电话 我第一时间把所有我和严成 共同认识的人都拉了个大群 严成差点害死我儿子的事 大家或多或少也都听说了 现在严成不顾家不顾孩子 还把我的钱拿出去养了一个贱人 这钱我迟早是要追回来的 从现在开始 严成是严成 我是我 事先声明严成跟你们借钱 这是我不同意 如果你们把钱借给他了 到时他还不上各位的钱 你们可别来找我要 我不替他还 严成在群里发了段语音 我直接把他发的那条语音撤回 然后在群里把他给禁言了 严成联系不上我 最后只得通过关系 把赵家蒙安排进了那家私立医院 当前台 赵家蒙穿上护士服 站在前台的当天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经过 写成了一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和法院的传票 一起直接发到了网上 还花钱投了流量 不到半天时间 那家医院就被骂上了热搜 之后的两天 这件事持续发酵 短时间内就在网上疯狂传播开来 这样的大夫 谁敢找他看病 别把人家肚子划开了他 转身就搞破血去了 这医院也是够奇葩的 这样的大夫也敢用 真是开眼界了 自己的儿子都能这么对待 可见对病人更没什么耐心 这么真挚的爱情 建议跟那个小三所死 自行消化 别放出来祸害别人 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 医院在众人的声讨中 连夜注销了各大平台的所有账号 赵家蒙也只上了一天班 就被医院给清退了 没有任何理由 直接撵走 严惩也自身难保 他被医院勒令停止工作 但却并未将他开除 只是留职查看 医院领导终于知道 我不是开玩笑 给我打电话时 就差给我跪下磕头了 直言只要我撤销起诉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之前不是还让我关起门来 自行解决吗 怎么现在想起后悔了 对公的船票要慢一点 你们别着急 就这两天了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严惩这回终于被医院辞退了 可惜一切都晚了 医院现在就是把严惩千刀万挂 我也不会撤销起诉 大街上 严惩领着赵家蒙母子拦住我的车 赵家蒙跪在我的车前 当机哭诉 还让他儿子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嫂子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不要赶尽杀绝 我还有儿子要养活 我不能没有工作呀 婷婷还这么小 她是无辜的 你有气可以吵我撒 你别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婷婷快给阿姨磕头 求阿姨高抬跪手 给咱们娘俩一条活路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面对周围人的纸质点点 我直接从车里掏出一大落纸 伸手朝人群扬了出去 纸上是整件事情的所有经过 还有严惩和我的聊天记录截图 作为证据 我就怕他们给我来这一手 所以我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他走这一步 我朝着围观的人大声宣布 这纸上面但凡有半句假话 我全家不得好死 围观的人看了纸上的内容 再看向严惩和赵家蒙 眼中已经带上了愤怒和鄙夷 原来你就是那个把自己儿子 扔在手术台上的大夫 还有脸带着自己的破鞋打上门来 你也不怕遭了报应 装什么可怜 你差点害死人家孩子 你还有脸在这哭 人群里几个血性汉子冲上来 对着严惩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还他妈有你这样当爹的 简直禽兽不如 打死你个畜生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夫 你当兽医连牲扣都瞧不上你 赵家蒙眼见严惩被人围殴 在旁边哭着苦苦哀求 别打了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喊得倒是情真意切 可他就是不敢上前半步 任由众人圈梯严惩 人群里一个老太太 薅着她的头 狠狠给了她一个大嘴巴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看着被团团围住的两人 转身挤出了人群 倒车走人 当天晚上 鼻青脸肿的赵家蒙 带着孩子回到家 就看到满楼道 被人用油漆写满了小三去死 他租的房子门口还被人泼了红油漆 门上挂了好几只破鞋 几个小混混每天有事没事 就在他家楼下高声叫骂 吓得他连出门都不敢 周围的邻居不堪其扰 报了警 警察来了 撵走了那几个小混混 可回头警察一走 几个小混混又回来了 这次他们也不吵闹了 就坐在楼下 盯着赵家蒙家的窗台 一待就是一天 就连赵家蒙去幼儿园 接孩子放学 每天也会有两三个小混混 紧紧跟在他身后 也不避他 生怕他看不到似的 赵家蒙吓坏了 只得给严诚打电话 严诚找上那几个小混混 结果三言两语 就和人家打了起来 最后警察来了 把人带到橘子里 因为双方都动手了 判得互殴 严诚没办法 只得掏了些钱 求小混混签了调解协议书 严诚帮赵家蒙母子搬了家 可新的住址 又被小混混们给找到了 于是一切照旧 只是这次无论赵家蒙如何求他 严诚也不敢跟那帮小混混接触了 还有小混混在短视频网站上打卡 说自己下班或者闲逛时 总能遇到一个带孩子的美女 小混混还贴心地汇总了视频 做了合集 偶遇美女妈妈的日常 我窝在沙发里刷着短视频 看着视频里拽着孩子跑得连高跟鞋都丢了的赵家蒙 还有视频里哈哈大笑的声音 抬头看向正在陪他大孙子看动画片的老爹 是你找人干的吧 老爹挑挑眉 没证据可不能瞎说 虽然你是我闺女 但你这么诬陷我 我也可能会告你诽谤哦 正说着 门铃响了 保姆打开门 我妈冲着门外的人 没好气地质问 你来干什么 严诚站在门口 一脸地尴尬 妈 我妈催了一口 呸 别叫我妈 我可担待不起 你这种想要害死自己儿子的女婿 我可不敢认 我爸咳嗽一声 算了 让她进来吧 我妈拉着凯凯上楼 走大孙子 姥姥带你上老爷书房玩电脑去 严诚的视线跟着凯凯上楼 小孩子玩太多电脑 我妈狠狠瞪她一眼 用你管 滚犊子 我爸坐直了身子 点起一根烟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这么晚了 老子没心情陪你在这儿熬夜 严诚好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宫女 搅着手指头 站在客厅里 爸 别磨叽 撒愣说 不说就滚 严诚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看着我说 加盟她带着个孩 下一秒 我爸直接从茶几底下 抽出一把菜刀 操你妈的 老子砍死你 严诚 剃滚尿流地跑了 连血也来不及穿 我扶着老头 拍着他的胸口 给他顺气 注意身体 你别生那么大的气 你要气出个好歹来 我们可怎么办 老爹写我一眼 挽了个刀花 放心 没开任 终于到了法院开庭的日子 严诚因为这次医疗事故 被吊销了职业证书 被判赔偿53万 这次医疗事故等级 被判为三级医疗事故 他又被判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有期徒刑 他所在的医院 因为医护人员管理不到位 造成巨大医疗事故 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年 这和让他关门大吉 没什么区别 我顺便跟严诚把婚给离了 严诚本想着给自己争取一点家产 说什么都不同意净身出户 你要是想让我继续骚扰赵家蒙母子 那你就攥着那俩臭钱别松手 白月光终究是白月光 他听我这么说 只得答应我的条件 但同时要求 我不能追讨他花给赵家蒙的钱 我自然一口答应 可惜我代表不了我爹 我爹一纸诉状 把赵家蒙告上了法庭 毕竟我和严诚的家底 都来自我爸我妈 所以他花给赵家蒙的那四十多万 全被我爹给追了回来 赵家蒙如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他只要租房子 就由小混混来闹事 他住不了 两天就被周围邻居逼着搬家 他也找过我 求我放他一马 但我始终不为所动 凯凯身上插满各种管子 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样子 是我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赵家蒙最后走投无路 只得靠拾荒度日 靠着减废品 勉强糊口 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听说他带着孩子住在郊区 一栋废弃的烂尾楼里 在之后 我就没了关注他的兴趣 听说他最后带着孩子搬去了外地 从此杳无音信 严惩入狱一年后 在狱中提出要见我 闲来无事 我去看了他一次 他如今的样子吓了我一大跳 他瞎了一只眼睛 还断了两个肋骨 身上青一块子一块 一条腿也不利索了 我皱着眉头 你这是怎么搞的 他凉笑一声 那件事被里面的人知道了 这是被他们给打的 哦 那还挺好的 琪琪 我知道你很恨我 凯凯的事 我确实有一定责任 可我毕竟是凯凯的父亲 我和赵家蒙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闹到今天这不田地 我看了眼墙上的电子挂钟 说完了吗 琪琪 我 以后没事别找我了 我站起身 特意强调 有事也别找我 我看着他 逐渐失去生气的脸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脸 再见 严诚 凯凯八岁那面 接受了国内顶级专家团的手术 医院的走廊里 我们一家焦急地等待着 我妈双手合十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我爸强忍着来回踱步的冲动 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手术室门口亮着的灯 手术室的门开了 我们赶紧围了上去 老大夫摘下口罩 朝我们露出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 放心吧 一切顺利 手术很成功 余光里 我看到走廊楼梯间的拐角 一个衣衫破旧 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 现在 没人会在意他了 故事二 我从小养在傅家 和傅锦申青梅竹马十五年的感情 抵不过他回国白月光的一句话 锦申 这个家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于是我被赶走 他说 妹妹而已 让我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别太任性 等白月光气消了 他再接我回去 我当听不见 转头答应了和谢家联姻 傅锦申却急了 深夜打来电话 声音沙哑地说响我 求我跟他回家 我床边的男人似笑非笑 大舅哥冒昧了 我是你妹夫 送黎月回国那天 我拿了一场小提琴比赛的冠军 第二名不服气 在下台时 暗暗推了我一把 害我摔下台阶 观众席发出阵阵骚动 我却指望向某个空着的座位 爬起来 委屈地给傅锦申打电话 铃声响了好一会儿 出现在视频画面里的 是宋黎月捧着一大束玫瑰 笑容甜美的脸 我僵住了 锦申在开车 他让我和你说一声 宋黎月的语气里 满是亲密 又带着炫耀 他不是故意忘了你的约定 只是他今天要陪我 顾不上你了 他手里那束玫瑰红的那样热烈 刺眼 傅锦申原本答应我 今天会带着花来看我的 可他一直没来 我以为他只是公司 有事耽搁了 原来是去机场接他的白月光了 说要送我的鲜花 也到了宋黎月手中 夺冠的喜悦瞬间被冲淡 我看着破皮流血的手心 滴滴回了句 我知道了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 宋黎月说 你哥专门给我办了接风宴 就在今晚 你不会不给面子吧 我不去 宋黎月跟驾驶位上的男人撒娇 紧身 你妹妹不肯来 傅锦身头也不转 嗓音是他一贯的凉薄 浅浅 你在闹什么脾气 我解释 我受伤了 宋黎月轻描淡写 不就磕破点皮吗 再过两分钟 伤口都能自动痊愈了 这点小事也要和你哥说 你都看见他在开车了 还要让他分心 付浅霜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挂断电话 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好拿着医药箱赶来 为我处理身上血淋淋的伤口 傅小姐 你这不小心摔得也太严重了 赶紧去医院吧 我忍不住心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神 才会觉得这种程度的伤两分钟就能愈合 宋黎月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这场接风宴办的声势浩大 圈子里的人几乎都来了 现场议论纷纷 傅家那位又换新女友了 哎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傅锦身身边那么多女人 也就宋黎月最特殊了 可我听说她还有个青梅竹马的妹妹 彼此陪伴了十多年呢 收养的妹妹而已咯 白月光回来了 还不是要靠边站 我因为去医院包扎 来得有些迟了 宋黎月穿着抹胸小礼服 勾勒出迎迎一卧的腰身 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 浅双妹妹 你可算来了 我敬你一杯 以后说不准就是一家人了 我没和她碰杯 她举着手臂也不尴尬 笑了一声 就这么顺势将杯中酒液 倒洒在自己的礼服胸口 我静静地看着她的表演 很快周遭的注意力 都被吸引过来 同样的招数用这么多次 你不觉得腻吗 我波兰不禁问她 宋黎月没空理我 因为傅锦身也纹身过来了 怎么弄的 宋黎月表现得楚楚可怜 又善解人意 浅双妹妹可能是不高兴 我今天占用了你的时间 一时气愤 这才没关系的 我不怪她 傅锦身看向我 声音冷淡 浅浅 道歉 我沉默 傅浅双 道歉 听见没有 傅锦身很少这样喊我全名 用冷漠的 命令式的语气 傅家养了你十五年 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她来恩情来压我 逼我不得不服软 周围宾客的纸质点点 宋黎月幸灾乐祸的眼神 这些带给我的伤害 都比不过傅锦身一句话 我和她舒淡的目光对峙着 明明看到了我手掌缠绕的纱布 可她什么也没问 僵持三秒后 我明白了 对不起 我听见自己平静声线下的微微颤音 傅锦身将外套披在宋黎月的身前 身世风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走之前 宋黎月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你看 同样的招数用在多次 她都选择相信我 傅浅霜 你真可怜 围观群众渐渐散开 我继续喝着那杯没喝完的果汁 低着头 眼眸潮湿发烫 模糊的视野里 我又看见有人端着酒杯朝我走来 我不喝酒 你找别人吧 那人在我旁边坐下 却依然明显高出我一截 嗓音轻烈 干净 巧了 我也不喝酒 这是橙汁 我扭头看去 才发现 她手里端着的玻璃杯 是和我一样的橙黄色 同时也认出她是谁 谢家太子爷 财团的唯一继承人 谢牙 怎么了你 跟哥哥吵架了呀 我闷声回道 你都看见了 还问什么 没呢 我来得晚了点 没赶上热乎的 你还挺遗憾 是遗憾 这人怎么回事 专程过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暗暗咬牙瞪向他 却见他的神情 并非我想象的细血 认真正经地 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听别人讲的 别难过了 父亲深不相信你 是他眼瞎 我沉默片刻 轻声否认 不是的 父亲深不是不相信我 而是 谢牙扬了扬眉 你还替他说话 我的语气有些自嘲 他那么聪明 其实都看得出来 谢牙点点头 懒洋洋地重复 哦 他聪明 我假装没听出 谢牙话里的阴阳怪气 也无暇去管 他和父亲身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我停了好一会儿 肩膀紧绷 泪水还是从眼眶砸了下来 或许是好不容易 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强称的平静 终于要维持不住 所以他明明知道 知道不是我的错 却还是一定要我道歉 明明什么都看穿了 可他就是愿意护着他 偏袒他 纵容他 不是信任问题 也不是什么误会 是天平从来没有倾斜 像我这边 送离月是天上月 负浅霜是地上霜 我哭了半天 旁边安安静静的 我以为谢牙早就已经走了 抹掉眼泪抬头 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 站起来了 斜斜椅在桌旁 用身体替我挡住了宴会厅 各种探究八卦的目光 哭完了 我下意识点点脑袋 我不太擅长哄女孩子 蟹牙微微弯下腰 所以没有说什么安慰你的话 抱歉 我和他视线相对 他长了一双特别漂亮的眼睛 大概是那种 看条狗都深情的桃花眼 否则我也不至于产生错觉 好像我是他爱而不得的什么人 爱而不得的感受 我太清楚了 十五年前我被接来傅家 是傅锦生牵着我的手说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哥哥 这里就是你的家 小学 有同学笑话 我是孤儿 傅锦生一拳头 将那人的牙齿打掉 后来被叫家长 他也不肯透露打架原因 只说自己讨厌他们 看不顺眼 傅先生和傅夫人大发雷霆 骂他小小年纪不学好 罚他跪在院子里思过 我想陪他一起跪 傅锦生告诉我 你没错 不该被惩罚 我没错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 没听到他对我说这句话了 高中 好多女生得知 我是傅锦生的妹妹 跑来找我帮忙递情书 送礼物 我就像个游递员 某次放学 我忽然对傅锦生说 我以后可以不喊你哥哥吗 他帮我提着书包 挑了下眉 怎么 长大了翅膀硬了 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天 夕阳正在陷落 橘红的光线 像点燃少女心事的一团烈火 反正 我们本来就不是亲兄妹 我不敢说实话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会儿 说了句 知道了 他知道什么了 我不确定 傅锦生是不是察觉到了 我对他的 那份难以言喻的心思 没过两天 学校里开始传言 傅锦生和水水谈起了恋爱 这下好了 那些原地失恋的女生 不再找我当游递员 开始把我当树洞了 他们羡慕我可以继续光明正大 名正言顺陪在傅锦生身边 羡慕我拥有妹妹的身份 可是作为妹妹 我连吃醋难过的资格都没有 她根本不知道我喜欢她 我回到傅家公馆 在院子里见到了傅锦生 她一个人靠在梁亭边 似乎在等人 倒是稀奇 我还以为她忙着和送梨月甜蜜 没这么快回来 浅浅 傅锦生看见了我 和我解释 今天是梨月刚回国的日子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嗯 所以选择让我难堪 只是道个歉而已 她不以为然 月亮高高在上 我盯着脚下低附在花园泥土上的影子 感觉胸口有种芝闷的酸涩感 这些年来 我看着傅锦生身边的女人 患了又患 新鲜感最多维持一个月 时间到了 她就会腻 不管之前有多么恩爱 分手之后 她的绝情程度让人不禁怀疑 她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心 可是她对宋黎月太特殊了 你们会复合吗 我问 沉默良久 傅锦生点燃一支烟 宋家提出要联姻 我同意了 联姻原来如此 傅锦生看向我垂在一侧的手 伤怎么样 没事 两分钟就愈合了 傅锦生皱眉 你还在治什么气 我反问 这不是她说的原话吗 那你包成 这样是装给谁看 让你受伤的人 又不是黎月 你在这耍什么脾气 如果哪天 宋黎月真的让我受伤了呢 她不会做这种事 傅锦生扔下这句话走了 冰冷的月光 笼罩着整个院子 夜凉如水 第二天 宋黎月就带着行李 以未婚妻的身份 搬进了傅家 等我知道的时候 我的房间 已经被她弄得一片狼藉 衣柜书柜都被翻乱了 东西随意地丢在地上 像是什么垃圾一样 那些我最宝贵的琴谱 变成皱巴巴一团 上面还有乌黑的高跟鞋印子 哟 傅浅霜 你回来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的 傅锦生不在 宋黎月索性连装 也懒得装 当然是你哥默许的呀 我说不喜欢他的家里 有其他女人的东西 他就让我随便处置了 况且你都已经这么大了 早就该搬出去住的 非要死皮赖脸地待在你哥身边 你怎么一点分寸感都没有啊 我冷冷地看着他的得意洋洋的样子 一字一顿 这里是我家 宋黎月笑 现在不是了 说着他脚尖踢了踢 我认出来 那是一把断了弦的小提琴 琴身还有多处裂痕 是我父母送给我的七岁生日礼物 也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后的遗物 我想起小时候 母亲总夸我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将来一定会成为特别厉害的小提琴家 她和父亲会是我最虔诚的听众 会给我捧花 喝彩 会温柔地摸我的头 说女儿真棒 可是后来 当我的首场独奏会终于能顺利举办时 台下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全部都缺席 我不怪爸爸妈妈失约 因为他们去了天堂 他们会在天上一直默默看着我 聆听我的琴声的 可是父亲身没来 他当初为了送黎月 让我在演出会馆等了他一天一夜 听说你喜欢拉小提琴 宋黎月笑说 以后拉给鬼去听吧 啪 的一声 我的巴掌已经落在了宋黎月脸上 这一下 我用了十成的力气 宋黎月左脸很快就红肿一片 像个猪头 宋黎月立马哭唧唧地打电话 跟傅锦身告状 锦身 你妹妹打我 这个家里以后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傅锦身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宋黎月表情变了又变 最终不情不愿地将电话递给我 浅浅 你先搬出去吧 我听见电话里的男人这么说 轻轻嗡了声 不意外 反正每一次 遇到这种二选一的环节 我都是被抛弃的那个 难过的情绪如同潮水将我淹没 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麻木地问了一句 你能不能让宋黎月走 换来的却是 负浅霜 摆清楚你的位置 你只是我的妹妹而已 别太任性 我没再说什么 乖乖点头硬道 好 傅锦身稍稍放软了语气 等过段时间 黎月气消了 我再接你回来 听话 没等他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我蹲身捡起坏掉的小提琴 抱在怀里 头也不回地走出傅家大门 是傅锦身说过 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于是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 可现在 他要为另一个女人 把我赶走 已经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我漫无目的走在街上 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 天空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李智告诉我 我应该先找个落脚处 可我现在的心情糟透了 我一点也不想和人交流 沟通 或许淋漪淋雨 会让我清醒一点 雨越来越大 冰凉刺骨 从十六岁就萌生的心动之火 终于在我二十二岁这年 被彻底浇灭了 傅双 为了个男人 把自己弄得这么可怜 有必要吗 熟悉的嗓音响起 我寻声望去 蟹牙开着一辆白色跑车 停在路边 下雨天还开着敞篷 神经病吧 你又把我名字叫错了 没有 我就喜欢这么叫 哦 他将车顶升起 擦了擦座椅 对我说 上车 我站着没动 你为什么在这里 雨天飙车还挺爽的 刺激 正好路过这里 看见你了 你真不怕死 他反而弯着眼尾笑了 你上来 我就怕死了 当天晚上 我就因为淋雨受凉 发了高烧 我的体质太弱了 不像泄牙 完全跟没事人一样 他只好连夜送我去医院 我迷迷糊糊地 看见他嘴唇 泯成一条直线 情绪很差 医生说了好多话 好像是说 我的身体哪哪有问题 然后给我挂水掉瓶 我坐在椅子上 歪着脑袋 泄牙把肩膀给我靠 低头摁着手机屏幕 你这些年 是怎么照顾人的 到底会不会当哥哥呀 不会当不如让给我 泄牙再给傅锦申发信息 我有些想笑 可我实在没力气 眼皮子仿佛有千斤重 最后合上之前 我看见了傅锦申 敷衍不在意的回复 行啊 那就让给你了 泄牙 你别后悔 傅锦申 呵 我可能是稍糊涂了 做了几个颠三倒四的梦 我梦见高中 我还在当游递员的日子 那些女孩准备的情书 总是格外精致 送的礼物 也会细心地绑上蝴蝶结 每样东西都香喷喷的 其中 有一张格格不入的便签 上面画了一个涂鸦笑脸 字迹潦草 交个朋友下画线 好丑的字 我根本没看懂 落款姓名是谁 蓝色便签纸随意地贴在一瓶橙子味的饮料上 是我刚上完体育课 突然出现在课桌上的 好像不是要转交给傅锦申的东西 是 给我的 我迷茫了 然后梦境场景发生跳跃 我又回到了小时候 其实在七岁以前 我也是过着千般宠爱的幸福日子 不需要寄人篱下 小心翼翼 卑微地讨好谁 我的妈妈是老师 爸爸则是消防员 一个高危职业 可是带走爸爸生命的 不是浓烟滔天的火场 只是一个夜晚 酒驾的男人 爸爸刚完成一场救援行动 去学校 接刚结束晚自习的妈妈 两个人走在路上 还说回来要给我带好吃的夜宵 可是我没吃到 我再也吃不到那顿夜宵了 爸爸为了护住妈妈 当场去世 妈妈进了ICU病房 也没能撑过三天 这件事上了社会新闻 网友都在讨伐那个酒驾的男人 我也恨透了他 我没有别的亲人了 听说 本地有两家富贵人家 愿意收养我 我选了跟我有缘的富贾 因为我本来就姓富 我本名就叫富浅双 听上去和富锦身 就像一对天生的兄妹 所以他很喜欢叫我浅浅 只有他会这么叫我 富双双 富双双 我听见低淡的嗓音在呼唤我 肩膀被人晃动 我从病床上睁开眼 谢牙好似一夜没睡 他坐在一旁 没什么情绪地抬起下巴指向门口 你哥来了 我抬头望去 富锦身站在门口 表情沉冷 浅浅 你为什么会和他待在一起 跟你没关系 我直呼他的名字 富锦身 谢牙乐了 扑吃笑出声 富锦身表情更冷 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后突然窜出一道欠力身影 锦身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富锦身回头 你脸上的伤检查好了 嗯 医生说 可严重了呢 你妹妹下手也太狠了 差点让我毁容了 宋黎月看见病房里的我 语气一转 富潜霜 你怎么阴魂不散的 就非要缠着你哥不放吗 如果我还有足够的力气 可能会再给他一巴掌 可我现在头晕得厉害 一觉睡醒 稍不紧没退 好像还更严重了 我将自己蒙进被子里 抗拒交流的意思很明显 都给我滚 谢牙站起身 将他们都驱逐出去 病房里安静下来 不知道过了有多久 我感觉有人在动我书页的那只手 我反应过来 猛地睁开眼 果然是宋黎月在对我的书页馆动手脚 她怎么回来了 她要干嘛 谢牙和富锦身去哪了 我的脑子依旧昏胀难受 下意识将右手缩回来 阻止她的行为 宋黎月见我醒了 被吓一跳 拉扯之间 书页瓶掉下来 打碎在桌子上 玻璃划伤了她细嫩的胳膊 她的尖叫吸引来了傅锦身 可傅锦身的目光 却牢牢锁定在我身上 罕见地带着焦急和担忧 真是奇怪 我感觉额头上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流淌下来 血色模糊了我的视线 看着门口那道身影快速朝我靠近 我想她肯定又要责怪我了 浅浅 不等她说完 我含糊地应道 嗯 我知道 我知道我应该干嘛 哪怕都已经意识不清了 或许是习惯吧 我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一如从前那样 按照她的希望 向宋黎月道歉 对不起 声音滴滴的 我彻底昏过去了 所以也不知道 傅锦身为我发了疯 傅锦身双目星红地过来 抱住我 手不停地哆嗦 试图捕着我额前骨骨冒血的伤口 宋黎月 以前你小做小闹我都忍了 可以都依着你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真的对浅浅动手 宋黎月第一次见她这样 有些无措的解释 锦身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她自己不小心 你给我闭嘴 傅锦身给了她另边脸一巴掌 谢牙起初 还以为出事的是宋黎月 所以来得慢了些 没想到一进来 就看到我昏迷不醒的样子 傅锦身 你真他妈是个畜生 她一把推开傅锦身 将我抱在怀里 老子现在没空揍你 去叫医生 快去呀 这些事 都是等我醒了以后 谢牙告诉我的 所以你后来揍她了吗 谢牙盯着我额间缠绕的纱布 冷冷笑了声 舍不得呀 我摇头 就是好奇 我还没见她 被人揍过 揍了 揍得可狠了 谢牙说 我把那对狗男女 揍进楼下病房了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 开个玩笑 她叹口气 垂眼给我包橙子 我倒是想 但是来人了 揍一半 没成功 我认真的同她道谢 谢牙 谢谢你 不客气 她将一小半橙子果肉 塞我嘴里 吃你的吧 少说话 安静养伤 我留院观察了好几天 傅锦身每天都想来探望我 每次都被谢牙拦下 那是我妹妹 傅锦身声音冰冷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谢牙双手交叠在胸前 哦 我怎么记得某人说 把妹妹让给我了 傅锦身扯了扯唇 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你看看 她答应换一个哥哥吗 我忽然想起 曾经有一次 我问过傅锦身 为什么你和女朋友吵架 从来不哄人 他们要走就走 我无所谓 那我呢 傅锦身身手 拈起我一缕发丝 神情散漫 说道 浅浅 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不一样 因为他笃定了 我怎么样 也不会离开他 可当时的 我却欣喜若狂地以为 在傅锦身心中 我是与众不同的 我眨眨眼 刚要开口 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 小副总 谢牙突然变得 非常礼貌客气 我想要的是你妹妹这个人 不是让她来给我当妹妹 我出院以后 暂时租了一间小公寓居住 傅锦身让我和她回去 我没答应 可能是因为没了期盼 我突然就释怀了 哥哥 祝你和嫂子幸福 傅锦身紧紧攥住我的手腕 不让我走 浅浅 我已经和宋家取消婚约了 我态度平和 这样吗 她眼眸闪过失落 顿了顿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没必要 已经不重要了 她总不能说 是为了我吧 那也太可笑了 以前她一次次逼我退让 以为只是让我道个歉而已 觉得我反正也没受到什么实质性伤害 却不知道 那是在一次次粉碎我的自尊 一次次消磨我对她的感情 这回 宋黎月触碰到她的底线 她终于急了 浅浅 傅锦身放软了语气 我已经让她滚了 你还要怎么样 我说 你让她给我道歉 傅锦身皱了皱眉 她那个大小姐脾气 不可能会愿意放下身姿道歉的 而且她背后还有宋家 我不能勉强她 所以是因为我脾气好 没有人给我撑腰 我不想哭的 多年委屈涌上心头 只能红着眼眶反问 所以就活该嘛 不是的 浅浅 以后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你别生气了 我们回去 好吗 我狠狠甩开她的手 太晚了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 这么不给傅锦身面子 本来就不是会哄人的祖宗 这么接二连三被拒绝 她也有点不耐烦 深吸一口气 好 随便你 傅锦身走后 我一个人回到公寓 坐在沙发上 回想起这段日子的种种 下定了某个决心 我拿出手机 给傅先生打了个电话 叔叔 我考虑好了 我答应接受联姻安排 就当偿还您和阿姨 这些年的养育之恩了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傅家给我安排的联姻对象 竟然是泄牙 想到他上次在病房说的那番话 我突然有点尴尬 他倒是一点不意外 好像早就知道了 是我 傅双双 这些天 你一直在夺我 我喝着橙汁 一脸无辜 有吗 你的错觉吧 谢牙羞瘦的手指 敲着桌面 慢点喝 说谎的人容易被呛 话音刚落 我就呛了一下 我对上谢牙似笑非笑的眼神 拿纸巾擦了擦嘴角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因为是我编的 他可真有意思 平心而论 我和谢牙的相处 算是相当愉快 再加上 我们还是老同学 众多巴黎家 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联姻对象 太过完美了 就显得不太正常 我记得你们谢家 和傅家一直是竞争对手来着 我疑惑发问 为什么你会同意联姻 因为你 傅浅霜 谢牙收敛了玩笑的意味 阳光洒在他清俊的脸上 因为是你 我才来的 或许是光线太热烈了 我的脸怎么也开始发烫了 我没有立即答应和谢家的联姻 只说要再考虑考虑 但我也没去见傅家 给我物色的其他对象 原本我对联姻的态度 不过是一场利益交换 不谈感情 豪门塑料 夫妻关系而已 我见得多了 可是谢牙他摆明了 是要谈感情来的 这就让我很为难了 他好像喜欢我 那我喜欢他吗 我的青春懵懂 情窦初开 全都给了傅锦身 喜欢这种东西 带给我的只有难过 又苦又色的难过 我不敢再轻易尝试了 这件事最后傅锦身也知道了 他知道不奇怪 但我没想到 他会跑到我的家门口堵我 楼道里有呛人的烟味 我看见地上的烟灰和烟头 无法想象 他在这里抽了多少根烟 又等了我多久 浅浅 他看见我 掐了烟走过来 我捂着鼻子后退 离我远点 他知道 我讨厌烟味 酒味 可他身上全是这些气息 是谁让你去联姻的 傅锦身禁锢住我的肩膀 迫使我面朝向他 我不准 听见没有 我不准你去 傅锦身 你喝多了 浅浅 你怎么不喊哥哥了 你好久没这么喊过了 是不认哥哥了吗 我淡淡地喊 哥哥 满意了吗 满意了就放开我 按住我肩膀的那股力道松开 傅锦身后退两步 背靠着门 不肯让我进屋 也不肯让我接受 跟谢家的联姻 我觉得讽刺可笑 以前你一个又一个的 换女朋友 却告诉我 不要早恋 后来你和宋家联姻 却不让我接受谢家 现在我想问问你 凭什么呢 他沉默一阵 声音低雅地说 就凭我是你哥 可是哥哥 我轻轻道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你把我当妹妹 就该明白 妹妹总归是要出嫁的 即便不嫁人 也会有自己的人生 不可能一辈子 跟在你身后 或许是觉得 我真的要脱离 她的掌控了 傅锦身目光 晦涩复杂 还带着一抹慌乱 不是的 妹妹是不会离开我的 爱情会变质 但是亲情 不一样 我温柔地笑了下 你忘记了 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好半天 傅锦身终于慢慢挪开身子 给我让开了门边的位置 我开锁 进屋 关门 一气呵成 等等 还有一件事 我重新打开门 傅锦身还站在门口没走 见到我 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 突然亮起 哥哥 我指了指脚下 你留下的垃圾 记得带走 虽然我还在考虑 但我也没再躲着泄牙 那把被宋黎月 弄坏了的小提琴 她帮我联系了 一个厉害的师父 修缮好了 今天 她陪我一同去取 然后 带我去了海边 我们趴在护栏上 闲闲色色的海风吹来 那么的温柔 谢雅 你喜欢听什么歌 我转过头 直接就望进了她眼底 我拉给你听好不好 海风将她的鹅发吹得凌乱 高瘦身形懒洋洋靠在护栏前 她垂下薄薄的眼皮 专注地回望着我 夜的第七章 真巧 这首还是我当年的成名曲 我将那把承载了 我诸多回忆的小提琴架在肩井 右手握琴弓 乐声缓慢地流淌 这是我曾经接受采访时 说过的一个梦想 在海边完成一场演出 此刻 海浪声为我伴奏 谢雅是我唯一的听众 曲中 谢雅突然开口 傅双双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抬头看谢雅 你想问什么 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我有点莫名 还是回答 是橙子 谢雅忽然轻身 微微弯下腰 平视着我 那为什么 我以前给你送了那么多次 橙子汽水 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张了张嘴 恍然想起那张浅蓝色的变迁 其实现在想想 那个字迹真的有那么难辨认吗 好像也没有 是我当时一门心思都挂在傅锦身那 对和他无关的人或事物 丝毫不在意 我鼻尖微微泛酸 对不起 对不起 谢雅 我不要听你道歉 在我这里 你永远不需要说对不起 谢雅伸出手 温热的掌心贴上我的脸颊 负浅霜 多看一看我吧 嗯 我用力点头 我看见了 最终 我选择答应谢雅 订婚流程安排得很快 婚期马上也提上日程 拍完婚纱照的那天 傅锦身的朋友来找了我 说是他喝酒喝到胃出血 很严重 让我有时间去医院探望一下 不太方便呢 我声音温和 我未婚夫会吃醋的 你哥他还不是因为你才喝进医院的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他 可是他明明知道 我最讨厌酒精 为什么要喝 这 朋友语色 好歹也是你这么多年的哥哥呀 你真打算不管他 我又不是医生 朋友叹气 这是心病 只有你能医 我笑了 宋梨月呢 宋梨月算哪根葱啊 你应该知道 傅家这些年在走下坡路 傅叔叔原本是执意让你去联姻的 你拒绝了对不对 那位副总哪是那么好说话的人 你拒绝了 他就没再来勉强你 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因为谨慎答应了替你联姻 他是为了你 才决定牺牲自己的 我静静地听着 牺牲 我想起他前段时间 衬衫衣领下遮不住的红痕 让他和白月光再续前缘 这也算牺牲吗 你们好好照顾他 他要是身体好了 麻烦帮我转达一声 我的婚礼在三天后 记得来见证一下妹妹的爱情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傅锦身打来的电话 看见备注名字 蟹牙的眉毛都要扬到天上去了 我直接把手机给他 让他来接 浅浅 傅锦身沙哑的嗓音传来 我们回家 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最喜欢我的吗 现在我不要你给我当妹妹了 我也可以娶你的 浅浅 你回来吧 我真的很想你 我不能没有你 他声音很低 仿佛低到了尘埃里 解牙将手机开了免提 注意到我沉默的样子 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 大舅哥冒昧了 我是你妹夫 挂了电话 谢牙看向我 傅双双 你要反悔吗 你现在还有反悔的时间 我摇头 我只是有一些难过 不是为傅锦身 是为自己不值 这些年来 我一直以为傅锦身不知道 我对她的感情 可她原来早就察觉到了 她明明清楚 我对她的心思 却装不知道 既不拒绝我 也不接受我 始终把我摆在 妹妹的位置上 任由我 亲眼看着她和其他女人 拥抱 接吻 暧昧风流 谢牙 我把脸埋进她胸口 你抱一抱我 她身上温度很烫 气息干净好闻 有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你放心 我是认真打算和你结婚的 不是为了跟谁赌气 她不配 不过在婚礼之前 倒是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久违的 我居然在热搜上 看见了自己 旁边跟着傅锦身的名字 有网友匿名爆料 说某位知名小提琴家 在自己的哥哥 已有未婚妻的情况下 不要脸地主动勾引 现在他自己 也有未婚夫了 还和哥哥藕断撕连 这种劲爆的豪门瓜一下 吸引了不少看客 身份也被扒了出来 我不用猜 都知道是谁爆的料 铺天盖地地骂声袭来 哦 好恶心 肤浅霜 真的假的 我还挺喜欢听她拉小提琴的 不是亲兄妹 是收养的妹妹啊 则 那就不奇怪了 造谣一张嘴 证据呢 谢牙问我 要不要联系人撤热搜 我说不用 登上许久未用的账号 发了条视频 送上门的热度 不要白不要 我记得宋黎月 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立的是海归学霸 白富美的人设 视频一经发出 风向顿时又变了 那是宋黎月 她就是那个未婚妻 她不是一直营销 美貌高知 有涵养的学霸人设吗 以前居然还搞校园霸凌 天哪 她居然还威胁人家妹妹 说只要出现在她哥身边 一百米附近 就要挖了她的眼睛 那时候 我本来在学校的音乐教室 独自练琴 手机架在课桌上 没想到会无意录下这些证据 我曾经也给傅锦身看过 可她当时连看完的耐心都没有 黎月只是吓唬你一下 既然她介意 你最近就先别来找我了 不知道她现在在看到这个视频 会是什么心情 这场风波持续了很久 我没想到 就连傅锦身以前那些前女友 也会主动站出来 为我说话 浅霜绝对是清白的 至少在我和她哥哥的恋爱 持续期间 她没有做过任何没分寸感的事 没有让我因她吃醋介意过 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孩 脾气好到不像话 帮了我很多忙 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安慰 说起来 我还一直欠她一句谢谢 她真的很好 Tia Stan他哥是真的渣 我眼眶一下就湿了 看来那么多年的 游地员和树洞没白当 更有甚者 直接曝光了宋黎月之三当三的行为 说是自己和父亲身交往时 宋黎月非要来掺和一脚 人证物证俱在 这一下足够把宋黎月定死在耻辱柱上 偷鸡不成十八米 一夜掉粉几十万 以后无论走到哪儿 都会有人骂他小三 绿茶 不要脸 而傅锦身这样的渣男行为 也引起网友公愤 导致了傅氏股票大跌 岌岌可危 宋家和傅家互相撕破脸 婚礼当天 傅锦身最终还是缺席了 一如从前 他缺席了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日子 我的演奏会 我的成人礼 我的毕业庆典 他总觉得我会无条件在原地等他 可是现在我不等了 我早就不等了 也不在乎他去了哪里 我提着婚纱 一直往前 把手放进谢牙手中 不曾回头